頭條開獎最敢講 你的心聲我來講 觀眾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大家晚安 我是林佳元 歡迎大家收看頭條開獎 兩岸的外交戰 真的是要在斐济開打了嗎 竟然在10月8號這一天 我們在斐济的代表處 在當地的飯店 舉行了一場國慶酒會 但沒有想到 竟然有大陸的外交人員闖入 他們拍照 但甚至還動手打了人 還把我們其中的一位 打到有輕微的腦震盪 當然這個事情 引發了軒然大波之後 那麼我們看到 大陸他們的官員是主張說 他們有外交豁免權 結果斐济當地的警方 事後就好像不了了之 沒有再做進一步的措施 而我們現在是 一直是等了11天之後 看到了外媒報導 這個才知道 原來有這麼樣的一件事情 好 那現在看到 好像全體國人是義憤填膺 那麼官員也說出了重話了 甚至包括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形容說那是耍流氓 要嚴厲譴責 而我們的外交部長吳釗燮 他甚至還說要討公道 所以我們要提告 可是居然看到外交部的發言人 就在剛剛稍早不久 竟然又說這個事情 好像還要再行評估 所以難道是急轉彎了嗎 所以你都已經忍了11天了 現在好像看起來 要擺出一個比較硬的姿態 但是沒有想到 好像看起來又不是這麼一回事 到底我們是有什麼樣子的 艱難的外交處境 有什麼樣的難言之隱 是啊 我們都知道 外交真的很困難 所以真的要特別小心 但是忍了11天 這個時候名氣可用嗎 所以要硬起來 怎麼又好像變了 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四個被罵說 不務正業的官員 剛剛講了很多外交部之外 還有誰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也是 應該照顧農民 結果這個桃竹苗停灌溉 不是只有發錢就好了 今天後續的問題可多的 你如果停灌溉 那錢要發給誰 發給農民嗎 還是給地主嗎 問題可多了 不是只撒錢就可以了事 還有經濟部長王美花也是 你要促造我們的刺激經濟 但是怎麼現在被說 萊豬要進口 在野黨說希望能夠 能夠增加貨號 區分一下萊豬 非萊豬 我們進口的時候把關比較好吧 沒想到他不要就是不要 那現在怎麼辦 以後告訴你 美豬進口大家通通不敢吃 這樣比較好嗎 還有誰 NCC 應該要怎樣 保護言論自由的 但現在傳出來有關中天 甚至還有所謂的三套劇本 今天要跟大家好好來分析 現在要今天的來賓 前駐紐西蘭大使接文集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前國民黨立委 林玉芳 前民進黨立委 李俊逸 台北市議員張思綱 大家好 民眾黨發言人楊寶貞 大家好 賴岳謙國際事務專家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我們就先來看看 到底事情都已經這麼大條了 但為什麼我們要拖11天 才終於說的確有這回事 我們嚴厲譴責呢 你看這是我們駐斐濟 當時在這個代表處 他們有辦國興酒會 有人闖進來 結果是大陸的外交人員 來這邊要拍照 看看有誰來 就是在這個會場 看到這樣的照片 那麼當時陸方的人員闖進來 拍照 推擠 扭打 結果造成我們的一個外交官員 輕微的腦震盪 可嚴重了 是 當然了 後來我們當然有通報警方 結果警察 當地的警察 大概二三十分鐘之後也來了 中方的鬧場分子也帶走了 可是這個事情是在10月8號 沒有想到竟然是到了11天之後 昨天 是這個Asia Pacific Report 這個外國媒體 他報導 你看 他就講到了就是說 有這麼樣的一件事情 結果我們才知道 不得了 結果現在大家就是很好奇了 我們一向是最反感說 人家對我們親門踏戶的 民進黨最會說親門踏戶 對 不過現在讓人家 打到腦震盪了 結果還不講 是 為什麼要這麼低調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難言之隱 我們要請教介大使 我覺得現在這個外交部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是一般人都想到 外交部沒想到 而且最主要外交部的專業性有問題 但我先回講這個大的環境 這個其實是一個插槍走火的事件 我想也不是兩方都想要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個大的背景就是說 兩岸關係現在真的是很差 是非常非常的緊繃 在緊繃的狀況之下 產生了這麼一個 插槍走火的事件 因為我們跟大陸第一線接觸 說實話外交同仁是在第一線接觸的 你在同一個國際組織裡面 你在同一個國際會議裡面 你在同一個首都裡面 有的像斐濟不是一個大國家 是一個很小的 它城市也不大 所以你常常會碰到的 如果兩岸關係 不是現在這麼緊繃的話 這個駐外人員也不會這麼的敏感 這麼這麼的彼此有這種提防 甚至神經緊繃的現象 所以我認為這個關係 發生這件插槍走火 最主要是因為兩岸關係 真的緊繃到一個 過去我們都沒有看到的 發生了這個不幸的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 我對外交部的處理 我很有意見 就是說怎麼可以 對我們有利的事情 你可以自己壓實一天 最後是人家記者 外國的報紙報導以後 你被迫回應 你現在硬起來 你講了一大堆譴責的話 人家就說你真的還假的 你是真的要譴責還假的 因為發生這件事 我們從常理來看 因為這個報導很多 從常理來看 我們辦國慶酒會 我們會去發一個請貼 給大陸的使館的人員嗎 不可能 對 他顯然是沒有受到邀請 沒有受到邀請 我們不要說國際禮儀 我們國內禮儀走遍天下 你沒有受到邀請怎麼能來 而且你來來蒐證 你來做一些行為 對 那當然是 這是不被允許的 所以別的都不論 你今天你的人 不在不訴之客的方式 進入到我們舉辦的活動 你就是不對 對 光這一點 我們就應該咬住不放 然後不能夠 11天以後就說 我當時是什麼斐記 希望我們低調處理 不行 你應該跟外界的說法說 這件事發生以後 我們非常重視 因為它傷害到 我們住外的同仁 這件事情不能夠被允許 所以我們正在 嚴重的交涉當中 顯然你沒有在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你的外交部負責交涉的 今天人家都打到你門口了 你還交涉都沒有做 那我想請問 我們要這個外交部做什麼 所以我從專業角度看 我真的很替我們第一線 這個真的是 為了國家打拚的同仁 為他們教區 我們的同仁 絕對不能在外面受一絲委屈 你只要是捍衛你國家的利益 你國內就是做他的後盾 你不能說他在外面受了委屈 我還幫著人家一起來 怎麼樣把這個事情捂蓋子 捂得那麼嚴 到最後被發生以後 你去譴責什麼什麼戰狼外交 你應該譴責斐濟大使館 那個主政的人員 而且他違反了國際禮儀 不要說國一般禮儀這種行為 因為我的判斷 我覺得 因為我們辦這麼多國慶酒會 不是只在斐濟辦 全球都在辦 為什麼斐濟出問題 其實斐濟那個中共的使領館 他有問題的 他有問題的 為什麼別的館都不出事 他會欺瞞 他會跑到我們的這個火 然後引起衝突嗎 這個實在是我覺得 不僅是透過我們外交的管道 透過兩岸的管道 我們都應該借這幾個事情 嚴正的進行交涉 這個才是真真切切 在保障我們國家的地位 在捍衛我們國家的尊嚴 在真正保障 在第一線為中華民國流血流汗的 公務人員的他們的權益 一個外交部長要做這種事 好 大家都很好奇說 怎麼會拖了11天才講 民進黨你不是講說 其實只要一點點傷害我們國格 中華民國 台灣的國格 你就要怎樣 要硬起來嗎 結果現在就講說 外交部長吳釗燮說 嚴厲譴責中方粗暴的行為 大使館以及像斐濟外交部 還有警政署說明還要討回公道 這是早上大概9點的時候被詢 就沒想到我告訴你 11點的時候 外交部有記者會 例行記者會的時候 就被問 結果沒想到發言人就說 這個討回公道 沒有說一定要提告 他們還要尋外交的途徑 好像又縮回去了嗎 另外部長其實也自動升級了 這個是駐斐濟的 台北商務辦事處 但是他卻說 我們是要大使館 斐濟大使館 要替他來討公道大使館 他是這樣說的 大使館 就被說自動升級 另外我們要問一下司剛 傳出來說這個人 到底誰要打 這個好像也滿關鍵 而且一開始 其實外交部也講得很含蓄 對 今天有報紙 這傳出來好像是被打的 好像是我們在當地的一個 情勢單位派去的人員 但現在身分還不明 只是一個傳說 就說什麼副參議 對 副參議等等 我倒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第一個 北京錯在先 當然 錯在先 這個不用去討論 就是他 就算說他平常有收集資料的 這些業務要去做 OK 那你就到場 就是安安靜點把你的業務做好 業績做到你就離開 跟人家發生爭執的時候 你就趕快離開現場 就好像說你這個玉琴結婚 我跑去現場搜證 看玉琴的前男友有沒有來 對 人家都不舒服 但你照完現在就趕快離開 所以這部分沒有辦法討論 我覺得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們自己的 為什麼隔了這麼久 十來一天之後 才會去被外媒報了之後 我們才去處理 那我們自己沒有在第一時間 處理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是需要這樣了解 因為大陸那邊好像是 第一時間就去報案 第一時間報案 那我們為什麼隔了十幾天 然後今天才說要報案 才說要報案 然後外交部又說不用 我們考慮的點是什麼 不是 我們現在的 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 他的說法是說 因為斐濟那邊 是希望能夠採取 用外交模式來解決 用外交模式 所以我不能用司法途徑 但是問題 如果是報紙所講是對的 就是如果北京的人員 外交人員先去報案的話 我們為什麼不取同樣的方式 至少要求斐濟在他們當地 調查的這個部分 因為還沒進入司法這個程序 至少在警察調查的部分 能夠有一個第三者的關係 去還原現場的情況 然後中間去跟他發生一些 拉扯或是些些肢體動作的 我方的人到底是誰 對方的人到底是誰 現在大家就一目瞭然 就一目瞭然 比較清楚這事件的輪廓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是有理的一方 我是縱使在當時的現場 雙方也許在語言上 有些不愉快 但是你總不能在別人的地方 做動手或是大小聲 所以我們自己站在有理一方 有理這方 有理就要說清楚 這件事情 國人都站在外交部這邊 都願意幫我們的外交人員 出口氣 但是我們的外交部 就要把理直氣壯 把當天的事情做 可以在你的外交記憶面 原則下能夠還原多少 不要讓很多奇奇怪怪的話 被傳言很多 這樣對我們的外交人員來說 我覺得非常不公平 的確 而且像現在你看 我們剛剛講說 他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 所謂外人親門踏戶 你想想看 我們在飯店舉行這個活動 我們這一定是租借而來的 對不對 一定就是我們的場子 如果對方他們今天要來拍照 然後你卻還要動手打人 發生這樣一個暴力事件 那不叫親門踏戶 叫什麼 而且是之前去 後來又再來 就等於就是兩度 所以我們也會擔心說 這個會不會變成 以後都這樣搞 如果真的有心人士 要惡搞的話 你怎麼因應呢 現在我們的外交部 本來看起來好像是硬起來 可是馬上又聽到說 提告嗎 再評估 因為對方說要用外交模式 外交模式 那我就在想說 所以我們都是要聽 他們的方式來照辦嗎 真的還要繼續這樣嗎 冷氣吞聲是不是 來 請教一下預防委員 我認為我們外交部 冷氣吞聲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斐濟的要求 因為中共跟斐濟建交非常久了 1975年 民國64年就建交了 一直到現在 原來我們也用中華民國的名字 中華民國駐斐濟的商務代表團 然後後來去年就被強迫改革 變成台北商務辦事處 駐斐濟的台北商務辦事處 不僅把中華民國拿掉 還不是用台灣 他用台北 對不對 而且本來叫做商務代表團 現在變成一個處 所以我可見 大陸對他施壓很大 因為斐濟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這個國家我看面積大概只有 18000多平方公里 人口大概90萬 不太到90萬了 所以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因為他很小 而且他的資源並不多 所以他大概經濟上 對大陸仰賴很大 所以相對來看我們就變成 我們的壓力就會變得比較大這樣子 可是我還是認為 我們軟弱了一點 這民進黨只有這樣做 坦白講是 讓大家都臉上沒有光彩 我認為對大陸 我們中華民國的做法應該是這樣 我們不需要刻意的去破壞兩岸關係 因為兩岸關係對我們來講 很微妙 很複雜 但是也很重要 可是如果我們吃虧 其就在比不在我 我們有理 對方無理的話 我認為這個時候 你就應該出來講清楚 再對兩岸關係長遠發展 也是一件好事 讓大陸知道說 你不能隨便挑釁 不能隨便破壞兩岸關係 這件事情破壞兩岸關係了 絕對是北京 對 佛琪講北京重要 就是 大陸駐斐濟的大使館 他們犯了錯 他們是不是 北京有給他一個訓令 說你要進去裡面導彈 甚至打架 甚至把人家打傷 這個我們不知道 我想應該不至於 可是不管怎麼樣 你的大使館人員 算這麼大的錯誤 我認為就是 破壞兩岸關係 所以民進黨政府 這個時候那麼軟弱 就是說你對事情 沒有看得很清楚 你知道嗎 我認為斐濟 會因為這樣子 就跟我們不來往嗎 我看也不可能 我們有能工處在 這個就是農業工作團 在那個地方 他們基本上是個農業社會 我們大概也在這方面 幫了他很多忙 他現在左右逢遠 是最好的 他會因為這樣說 我就擁抱大陸 台灣的能工隊 叫他回去吧 我認為不至於 所以我認為事情看清楚以後 你要處理的那個能力 就會變得比較大 你到全世界去講 大陸做法都是對的 都是錯的 很簡單一件事 今天是我辦國慶 對 如果要干涉我 可辦不可辦 是斐濟政府有權力干涉 斐濟政府沒有講話 你當地的大陸的大使館 沒有權力干涉 這外交官直接外交官 在我旁邊 第二個就是說 人家沒有請你來 你也不應該來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你不是黑道不是什麼道 黑道又黑道規矩 比黑道都還差勁 人家沒有請你來 你來就是不對 你來之後人家 你進來要拍照 然後硬要闖進去 人家阻止你 你摸摸鼻子就應該走 人家沒有請你 你來了 人家不讓你進去 你硬闖 還把主人給打傷 這我告訴你 這是很可笑的 外交不是這樣搞的 外交就是要講優雅 要講身段 要講羅和 要講柔軟 要講禮貌 國際禮儀是不會允許這種事情 國際政府你到任何地方去講 我告訴你 你把這個消息丟到大陸網站上 你看大陸人民會支持你 大陸駐斐集合大使館的做法 還是反對你 結論是 這是丟大陸的臉 你知道嗎 你作為一個大國 要崛起的一個大國 你是不能這樣做了 要以德服人 不是以利服人 而且這是什麼利 利有兩種 一種是蠻利 一個是軟體力 是羅和的力量 這個是蠻利是粗暴的 是不禮貌 是狂野的 狂妄之大的 而且裕方委員 那這個蠻利 這個蠻利 蠻利會開先例 然後以後 我相信是這樣子 我相信是這樣子 中國大陸不是第一次做這個事 可是以前沒有那樣的強悍 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可能 人家拜一些國慶酒會什麼 一般要由大門打開 進來的人都是客人 尤其海外有些地方 我們影響力不是這麼大的地方 所以你進來大家都歡迎你 你要來你要拍照 只要被你拍得沒有抗議 也就算了 你不要做過分也就算了 我的了解是 他們的人員都有參加 我們代表處所辦的一些的活動 都有 都有進去 只是可能比較羅和 比較有禮貌 你這次就做過頭了 對不對 你要去這裡刮廟公 也不是這樣敢的 你是客人 而且是個不數之客 你根本就沒有資格進去 還換點把人家打傷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 為了兩岸長遠的關係 中國大陸真的要出來給人家交代 中國大陸先調查清楚以後 再講話不要忙著負短 負短人家更看不起你 台灣百姓的反感會更大 不是這樣搞外交的 而且你做這個事 有沒有想想看 你有沒有進一步破壞兩岸關係 除非兩岸關係你不要了 那就另當別論 你覺得中國大陸說兩岸關係 現在我不要了嗎 我就不至於 所以我誤明 我誤明認為說 這是當地的中共的 大使館裡面的人員 不懂事 之前訓練不夠 所犯得出 你哪看 你不要了 何會想看 你還好看 你為什麼那會壓著